之前转斗下跪男子胆怯 到幕后夜夜难眠 天天做噩梦 回到案发现场 他吓得求鬼神原谅 前往案发墓地指认 偷到脏品的确切位置 男子走了一圈 这里比一比 哪里比一比 墓碑旁的石雕 全是他偷搬走的 趁大半夜搬走 好几座石狮子石莲花 事后却又良心不安 睡不着觉 这起窃案发生在嘉义县东石乡 民众发现墓园内祖先的墓地 有实质饰品遭窃 一查之下锁定47岁的菜姓男子 他落往后坦承犯案 公称一堆青斗石制饰品 可以卖5000多元 因为没工作缺钱花才会起歹念 不过屡次梦到有鬼来找 怀疑自己被冲煞到 回到案发地 他赶紧下跪道歉 做错事良心不安 墓碑前菜姓男子 皮皮刺下跪请求原谅 最正确凿下场就是被警方 一切到最嫌疑送 TVBS新闻既见亨加以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